新手开车上路难以把握的 也就是过这样的线框蹲呀 或者是线框门 总是犹犹豫豫的 生怕刮撑到左右车身的一个位置 那么今天实力就给大家分享 两个非常简单的技巧 就算你是新手 遇到这样的线框门呀 或者是线框蹲 你也能够做到有刃有余 有把握的通过 首先第一点就是掌握 左右车身的一个位置 对于左边车身而言 我们只需挺高的这条线 10公分左右的位置 然后再上车找所对应的参考点 来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方向盘的9点钟方向的这个位置 延伸数据刚好对起地面的线带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点 把它表记出来 对于右边车身 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挺高的这条线 10公分左右的这个位置 然后再上车 也就是方向盘3点钟方向的这个位置 延伸数据刚好对起地面的线带 那么也就是这个点 我们可以用一个专业的点位贴 把这个位置表记出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的做到 右边车身的一个位置 只要你掌握好左右车身的一个位置之后 就算遇到这样的线带门 那么就可以轻松的应对了 来 我们首先 到达这个线带门 或者是线带蹲之前 一定要首先 把我们整个车身摆正 也就是说 让我们整个车身 对齐前面那个线带门 你比如说前面的这辆车 它就慢慢的就过来了 左右两面车身 是不是完全够宽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到达线带门之前 我们一定要把整个车身摆正 如果说你不摆正的话 可能稍不注意啊 怎么刮蹭的 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来好 大家看一下 此时的话 我们这个整个车身 来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摆正了 对于我们左边的话 看到没有 这个点 延伸出去 是不是刚好能够对齐 左边线带蹲 在那个位置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们在通过的时候 如果说 你感觉坐在驾驶室内 感觉外面实在是 太窄了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靠近一点点 这里就用到第二个方法了 第一个方法就是 在你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我们挂上空挡 拉起手杀 我们下车去观察一下 看看究竟能不能通过 来下车来感觉一下 消除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障碍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就是别的车刮乘的这个位置 特别的心痛 对不对 感觉肯定是能通过的 来我们现在再上车来看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理障碍是不是消除了 左边对齐这边的对不对 右边也还是足够宽的 来 好 我们现在慢慢的通过 那肯定都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好 现在通过 是不是很安全 很轻松的都已经通过了 对于心手来说 只要你掌握好 以上两个方法 那么你都能够做到 有刃有鱼 有把握 对于心手来说